名字的請問 哈咯 大家好 我是老衛呀 老衛今天呢 要為大家推薦一款新的手機遊戲 他叫做奧義同花順 那這個遊戲呢 既然已經聽到說是同花順 所以說他跟扑克牌可能有一點點類似 那他是玩什麼S啦老二啦之類的嗎 我跟你講不是 他的玩法是比較偏向於說 他是排類遊戲 那進行攻擊進行防守的一個過關型遊戲 那你看到現在我開啟的遊戲內容 這是我的卡片系統 卡片呢可以在我們的商店 或者是花鑽石可以去抽選卡片的升級 那一個卡片一開始都是 都是像這個中間 中間藍色最左邊這個馬瑞貝爾 他呢就是等級1的卡片就是最爛了 那基本上我們會分成三大系統 就是三大系統上面有鋼鐵神聖還有魔法 那基本上呢魔法又分成法師系裡面有火系 水系還有草系 阿從上面直行的這樣看下來就是五聲火系五聲水系五聲 然後最下面是草系五聲 那相對的就是有這麼多種卡片 阿每一種卡片呢他又分同一張卡片裡面 又有四種階級 你看像這個是最爛的 好一點點的 這個亮金 暗金 當然就是暗金會比較好 因為每一個人物的技能都會不太一樣 你像我這個遊戲下面什麼 成為隊長時右側卡片可再攻擊一次 那像中間這張四顆星的 他就是他比較高等比較高階 所以說攻擊力也會比較強 那你看到他就有技能 就是成為隊長時兩側卡片可以再攻擊一次 什麼叫兩側卡片 等一下就會示範給你看這樣子 那基本上呢 講這麼多好像不實在啦 我就實際的玩一場給你們看好不好 那你現在看到的就是這個關卡 那我目前已經過到這個赤色山脈 這是比較高階一點 那我這個前哨基地 還有一個任務沒過 所以我就打這個給你們看 這邊有一個第三關 基本上呢 那上面他第十二章儀器關口 這個地方 他左邊這個人物是紅色 代表這關的怪物 偏多都是火系的 那我們就可能要選一下 隨性的來治他 那這個在下面這排人物就是線上玩家啦 那就是隨機的 我們就可以挑個比較好一點 像如果說這邊整個都火系的草系的 我不喜歡 那再出去再進來一次 可以再出現 你看這次又出現到比較好 就像雷神索爾的人物 不是隊長死 可同時 對目標以外的敵人造成50%傷害 好 這我不太喜歡 再一次 先選一下 哇 這邊一個20等的康陣 我也不喜歡 等級太低了 嗯 這是爛貨 喔 這邊有兩隻不錯的喔 特若伊 可將兩側卡片的攻擊力結合到120% 好像也不是很好 漢克代格 不好 反正就是這樣 稍微的挑一下挑一下 喔 這邊有一隻道士 可是他等級太低了 那隻道士還不錯 這邊有一隻高等的康陣 偏高啊 反正就像這樣 稍微的刷啊刷啊刷的 就刷出一些比較好一些的人物 為什麼都沒有比較屌的呢 好吧 我們就選 跟他一樣是火系的悟空好了 這邊有一隻 95等加2的悟空 我看一下這隻是什麼 好 算了 我們還是選悟空吧 悟空的技能是什麼呢 成為隊長的時候呢 可以 產生3個有70%能力的分身 進行攻擊 意思說 只要悟空是隊長的時候 他可以一口氣出 攻擊4次 等於說因為他有3隻分身嘛 所以他可以加 本身這個卡片可以攻擊4次 而且他的卡片還可以馬上回到我們的主卡裡面 好啦就是選他 我們就玩一場吧 這個遊戲呢我大概玩了一週 玩了一個禮拜 你看 像對面現在有4隻怪物 哇 血量很多 剛才為什麼中間那隻1717的這個 好像猩猩的這個怪物 他撩血呢 因為我這邊有一隻卡片 這個弓箭手 他就是從我們主卡抽出來的時候 他會馬上進行 隨機的200滴的血的攻擊 先發攻擊2 好 那我們現在你看到 我中間有3張牌 中間這一牌呢 叫做主卡片 那我下面這3張叫做副卡片 副牌 那是主卡 那這邊你有看到有紅啦 有綠啦有藍啦 怎麼去搭配呢 現在你看到我畫面中間 很簡單先從顏色來說 比如說你3張顏色一樣的時候 他攻擊就會乘以3 隨屬性組合 你看我又把它換回來 你看到我中間這個10考特 原本攻擊力只有10 但是如果我放這個上去之後 他變成30 因為他乘以3倍 那我們換一個方式 比如說 弓箭手放上來 從下面選一個草系的放上來 這倍數就比較差 2.8倍 當然這樣是會比較好 3張水屬性的放在一起 因為是同屬性嘛 所以說他會比較高攻擊力 還有一個方式就是說 你看到上面有武器盾牌 劍嗎 還有一些翅膀啊 拳頭啊帽子啊 他就說他分成3種派系 剛剛有看到3種派系 法師系 還有戰士系 還有那個 中間這個十字架這個這種系 那你看到我的盾牌系列的這個 總共有3種 有刀啦 有斧頭啦 有雙刀啦 有劍 斧頭雙刀 那很簡單 如果像我這樣呢 3個就變成順子 上面就顯示是順子 那我們現在上面是4隻 怪物是火屬性的 我們現在用這3個 主卡 2個水 1個火 那我們就進行攻擊 這樣應該是最好的組合 應該是沒有憋招的啦 齁 那 你像剛剛3個水啊 也乘以3倍 啊 水火 草 也才2點多倍 所以真的也不好 像我們現在就可以進行攻擊 那攻擊的時候要幹嘛呢 我們要先看我們的隊長 齁 那你像這個 成為隊長的時候 齁 可以吸收29%的傷害 那好 我們這應該是最好的選擇 就只能選他啦 喔 這樣第一隻怪物就 運氣好就死掉 因為他剛好刻到屬性 那接下來勒 好像沒有什麼太好的組合 可以去拼湊 3個槽 也不好啊 現在看起來應該 我會去做的組合 就是把一些爛卡給淘汰一下 你說 像我這隻是我卡片裡面最強的 4顆星 所以我左右兩個都可以攻擊一次 這時候呢 我會怎麼做 大概就從現有的卡片做一個拼湊吧 那已經有炒了 有水了 有火了 那我們就試出一個水火草的組合吧 那為什麼這邊會乘以5.88倍了 因為我這邊有兩個 劍 劍跟盾牌的這個組合 兩個就剩下一個一胚 撲克牌叫做胚啊 那我們就有一胚了 那一胚加3個屬性 剛好就2.8倍 然後他就乘以5.88倍這樣 那我們就進行攻擊了 這個是隊長技最好的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進行攻擊吧 不太痛啊 打他都不太痛 但是你看水屬性攻擊是double 喔我被打很痛 好像快要死了 剩半血了 喔你看 現在 卡片系統裡面剛好有一個 拳杖 有一個帽子 有一個帽子 又剛好是3個屬性 所以說我們剛好就把它換一下 喔這樣倍數就比較高 10倍 所以說這時候就選個 技能比較好的 50%攻擊所有敵人 56%攻擊所有敵人 喔啊這個沒有隊長技能 所以說應該 嗯 那用誰當隊長呢 好吧隨便啦 就 這個 寫 攻擊力203上面的怪202 用他當 主攻擊吧 喔第一個就死了 好 那你看到怪物下面有一個 在閃爍的紅色頂跟白色橫槓 這個呢是什麼呢 就是他的攻擊 他如果兩槓代表說他兩回合就會打一次 他現在就已經消掉一回合了 所以他下一回合就會攻擊 我們就想辦法在這回合把他幹掉 哇你看到哇 中 這邊的話呢 有一個黑心翁衣的這一隻 好這邊有一個不錯的 63%恢復兩倍生命 那他剛好又有這個系列 好那我們就用這個吧 哇那史黛拉 做隊長 你看到不太通 火系對火系的話就是攻擊是一樣的 平等 所以不會加強 像這個邊就可以做一個組合 我這樣就十倍了 哇很像我們現在是 因為他們怕水系嘛 怕水系 所以說 這個 本身就兩次攻擊的 我中間的是 左側卡片可以再攻擊一次 所以我會用這個當隊長是最好的 好那我用他進行攻擊 他總共可以攻擊三次 哇他兩次就掛了 所以這樣 第一個回合就結束了 好我接下來就不多說了 我就一直打給你看 啊我的好友出來的 好友就是這隻悟空 很可惜他現在組合沒有很好 但是沒有關係啦 五點多倍還是可以接手 我先換一個卡片 這個 中間在隻 他的技能還不錯 是很好的補血 所以我們就先 先進行一次補血好了 我們先進行一次補血 我們有一個系統叫做卡片回收 在右上角 你有看到有兩顆藍色 在旋轉發光的小豬豬嗎 那個就是說 他可以做一些卡片的抽選 抽選跟那個篩選 也可以把它丟掉 也可以抽新的卡 但是 他就是 要集氣啊 像我可以用兩次 我現在是把右下角再按住 墓碑按住的話 他可以三個卡片直接丟掉 他直接丟了 還補血 所以我現在 就是已經換了新卡片上 我看一下喔 我先組合看看好了 他2.8倍不是很好 像這樣呢 5.6倍 5.6倍 好吧 這邊有一隻卡片呢 他是在 副卡的時候 還可以增加180%的毒素 所以我們就把他 拉下來 那一次就不會再動 除非說卡片欠缺 組合 不然我是不會再動 好吧 那我們就先 先進行2.8倍的攻擊 很痛啊 你看 那隻怪物還會分身 剛好一個人打三隻四隻 你看 現在第二回合的 第二小關的 最後一隻怪 我看一下喔 現在這邊剛好有一個 這個 翅膀組合 可以弄成三種屬性 他又剛好三個顏色 他又剛好三個 職業都有 所以說我現在乘以15倍 是還蠻痛的 哇 像這隻 可以降低目標的防禦力204點 所以我拿他當隊長 第一個攻擊 好像不是很痛啊 那隻怪物生命太高了 哇哇哇哇哇 你看超級組合 三隻都是悟空 攻擊力加21倍 你看他攻擊力 一隻就3100多了 像這種的話呢 用來打這一隻就太浪費了 我們直接用下面的 下面的組合先拉出來用 那三隻悟空就留著 好吧 那我用這個血腥光環 那我用這個血腥光環 在吸血 洗了一點點的血 像下面的卡片就整個又重新洗牌了 好吧我們先嘗試這樣打打看好了 因為我下面三張悟空我捨不得把它丟掉 因為不可能丟掉啊 那等一下一天拿出來攻擊 但是三隻在一起攻擊很高 然後我不可能拿來打這個一千多滴的 那沒意義啊 哇不太痛啊你看 慘啊 組合都不太好 好吧我再丟牌一次 丟牌不會浪費回合 啊你像這一次的回合就不錯 喔那就這樣攻擊吧 喔OK他死了 好那我們這個剛好第三 第三組的怪物 生命都好高啊 你看他這時候就可以派上用場了 好那就進行攻擊吧 很痛啊 哇 他最後一隻沒有死的 因為他沒有搭不到 他那個血 太高了 我看一下我這樣可以拼什麼組合 可以這樣 3.6倍 也可以法師系 也是3.6倍 那如果 這是3倍 好吧 那 這樣5.88倍 那就進行一個5.88倍的攻擊好了 那個不太痛啊 因為卡片等級 太低了 那個武器那個倍數成長 扛不上去 這邊可以用一個法師族 3.6倍 下面拼臭耶 好像拼不出什麼東西 我看小啊 再回收一次好了 沒有回收 沒事回收的整個更慘了 3倍 炒系攻擊也不好 再回收一次好了 好吧 火系攻擊至少會比較有效一點 那我們就 太多了 扣防 不太痛了 怎麼辦 你看 悟空如果直接用那種低倍率去攻擊 就太不划算 我們還不如直接這樣 水系攻擊 水系攻擊 會Double 哇也是不太痛啊 要再一回合 啊 這個草系攻擊的話 都會減半 沒有關係啊 就 就攻擊吧 哇 他沒死啊 你看 還在 還在 還在驚啊 怎麼辦呢 好吧 就這樣 兩次攻擊 好了 他死了 哎呦 噴鑽石哦 不錯哦 這遊戲的鑽石 稍微的不好拿 有點硬 但是沒有關係 我想想現在該怎麼辦呢 好像沒有很好的組合 好像沒有很好的組合 好像這樣是最好的 好啊 丟牌一次 丟牌一次 好就這樣 我知道怎麼攻擊的 這樣就15倍 那這隻 本身就可以兩次攻擊 加上隊長技 可以再多一次就三次 打這邊應該是綽綽有餘 就這樣攻擊 不錯 不錯 蠻痛的 OK 那我們就過關了 我有在20回合裡面把他攻擊完成 所以說 這樣 就 遊戲結束了 中間這三張卡片在幹嘛 他是隨機抽選 隨機抽選 你所有的卡片組裡面 挑三張出來 得經驗值 所以不是所有的卡片 都可以得經驗值 所以說 升級也是蠻需要 運氣的 有時候卡片都升不上去 所以你要靠 他就要靠你後天 就是 收集這個下面 這個藍色的藥冠 15的話 他就可以 單純在外面 進行 這個 人物的升級 額外的進行升級 像這樣 我先出去 啊這個夾好有 好出去 我的卡片 那你像 比如說我想要給 這個 這個8等 這個 升等 吼 那我們就按中間這個強化 那 現在我有幾罐藥冠 你就看畫面最上面 有一個210 好 33斜線210 這就代表說我可以 33 的小藥冠下去強化 啊 他的 等級越高 需要的藥冠就越多 這是很正常的 吼 那我們就進行強化 大概可以升個1等吧 哦 沒錯 大概升個1等 好吧 就這樣 好啦 那 我們現在剛好有10個鑽石 我們就來進行一次卡片的召喚吧 目前我總共有進行了31次的召喚 但是因為我都沒有出神卡 你看我好可憐 上面有31 如果他出神卡了 出那種暗金卡片 他就會歸零 但是我都沒出 所以說我現在就來進行一次 鑽石卡的召喚 看有沒有運氣抽到 因為好像 啊 昨天才有Double 今天沒有Double 就抽卡機率Double 那我們今天就 簡簡單的示範一次抽卡吧 好 好 藍色的 嗯 哈哈哈 你就知道藍色是 爛爛的 欸 奈蕊斯 加1 他就會加1的話 其實也是 稍微幫他加一點點的基礎 基礎能力 然後 那我現在目前加最多的就是 這個米 雷耶 右下角 綠色 加3 也沒什麼 反正就是幫他補強一點點而已 也沒有比較厲害 好啦 今天就為各位介紹到這裡啦 這遊戲其實是還蠻不錯的 他內容 也蠻有趣的 他這樣這個國王就北齊北齊的 那我拜託你的事情怎麼樣啊 啊 我正好要去呢 要是說他叫我去打那個關卡 關卡過了他就會送你錢 送你一些無奈無奈 啊 這邊也可以買一些裝備啊 好像 我左上角 他每天 就是這個時間倒數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免費 那你就是反正一定可以拿就對了 其他的可能就花錢花鑽石 哦 那 有一些 有一些那個 其他東西可以看 比如說像這個 他就是圖書館 所有卡片99等的時候 所有卡片99等 的 最高心結 他是怎麼樣 從那邊可以做一個觀察 比如說我看到 這個 這個 蓋耶娜 蓋亞娜 哦 右側卡片 可再攻擊一次 像這種卡就是 可有可無 我很多卡片都還沒看過 所以說就不管他了 我那個 我有這張卡片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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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斯 這個還不錯 我覺得蠻實用的 左右再多打一次 那真的差很多 等於是上場 五張卡片的概念 還有一些神卡 我也都沒有機會拿到 大家也沒看到 就 隨緣啦 好啦 遊戲就為你們介紹到這裡 然後 感謝各位的收看 也請不要吝嗇的訂閱 老味夾娃娃 今天吃螺絲吃的蠻多的 請 請見諒 好 謝謝各位的收看 也請不要忘記訂閱 再一次拜託 謝謝 掰掰